這個就是變身絲都可以整合在一起 它就可以做一個窗花 做一個窗花這樣子 那我下午再會跟老師講 那這裡面都是燈嘛 沒有說吧 都是燈的表現 那光燈我們就可以玩很多 所以光這個Sensor 那再來還有一個是溫室度感測器 這個對學生來講也比較容易理解 可以嗎 是我們在挑這個感測器的時候 要選擇學生比較能夠接受的 比較簡單 不要太難的東西 大概是這樣子 你只要採握這樣的脈絡 好 那實際上有摩洞設計 就體驗這個潛入式系統 OK 那我下午的時間就會講這個東西